是 这是我的房间 你就直接开门就进来 你把单子拿出来 大家清明清而善 那时候签约就讲好 夏天的电费 今天讲什么 房东转入房客房间 狂讨电费 原本签约说 夏季电费1200吃到饱 但房东竟突然反悔 说涨价就涨价 4月到10月 要增加1200 怎么我加金给你扣 你加金扣了 你就是诈欺你知道吗 眼看夏天用电量大 房东竟无视合约 直接自制手写电费单 没沟通 直接告知房客 5月起冷气用电 要每月另收1200 甚至不止每个月1200 再多收1200 还有冰箱使用费 照明费 加一加7月电费 竟高达2300 让女房客筹急杀验 po出于房东对视影片 网友看不下去 狂轰着房东太夸张了 我家4台冷气几乎开整天 两个月电费 也才2000多块 你现在内政部版的 租赁契约 再加上租赁专法 电费上面 不可以超过下期电费 房东是已经违约了 房仲业者表示 吃到饱收费是房东创意 但也容易出现争议 以房客来说 选择独立电表 最能避免疑虑 而若房东片面更改合约 甚至创入房内 恐怕也已处罚 房东不可以片面更改 电费的计算方式 除非以房客协商 以及符合住端专法 下才可以进行变更 房东未卿同意不可以进入 否则违反侵入住宅罪 下季电费故意桑桑 租房债域纠纷 心好累 电费吃到饱 因为划算却变了掉 电表独立还是最能 避开争议 记者张正明 红玉兰 台北报导